高雄消防局有一輛救護車 三號上午九點多執行疾病救護 行進林雅區中正路口 遭到一輛造車撞擊 可以看到救護車遭撞之後 車頭保險感受損破裂 其他救護車貨爆也趕緊前來支援 而警方初不了解 造勢的駕駛是一名五十六歲的女子 她自稱遭到其他車輛擋住了視線 這才不勝撞擊 正要轉彎的救護車 好在這起意外無人受傷 至於救護車上的患者也僅受到驚嚇 而車禍的詳細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